原标题 哥哥对我千百遍 我带哥哥如初恋 心疼被安吉欺负的小鱼儿 自从上了爸爸去哪儿第四季之后 杀意的两个儿子安吉和小鱼儿 一下子就进入了观众们的视野中 其中颇有大的总裁犯的东北宋仲基安吉 凭借好看的外表和独特的性格 更是收获姐姐粉妈妈粉无数 据小编所知 是不是还有姐姐粉要等她长大的她 还只是个孩子呢 而作为弟弟的小鱼儿 就没那么好运了 明明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为什么自己长得就没有哥哥帅呢 而且小鱼儿是个弟弟 对是个弟弟 老话说得好 十个哥哥 九个藤妹妹 十个姐姐 九个打弟弟 但是怎么没有说过哥哥是怎么对待弟弟的 应该就是十个哥哥 十个打弟弟 欺负弟弟吧 太可怜了 弟弟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 没关系 还有很多网友喜欢自己想想还挺开心呢 但是现实总是狠狠地煽醒自己近日在一个视频中 网友对安吉和小鱼儿的弹幕 也是双标的同样都是在哭 安吉的弹幕都是可怜心疼姐姐抱抱的 到了小鱼儿这边就轻一次的变成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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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魔鬼吗 太欺负人了 对不起小鱼儿也不厚道地笑了可怜的小鱼儿 但是虽然哥哥安吉经常欺负你 但是还是很爱你那儿小鱼儿的名字起的 也很好鱼儿的记忆只有七秒钟 只要哥哥安吉过来 捧他立马就和好了生气什么不存在的恩 哥哥念我千百遍 我带哥哥如初恋 小鱼儿的小鱼儿 我星阿姨 我 loose 太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